其實喔這個防疫旅館最早開始是從台北市開始的 那我們在做防疫旅館的時候有一個 這個工具手冊吧 就是厚厚一疊 他有講說你防疫旅館你應該要遵守什麼樣的規則 那他包括什麼呢 包括有人進來了 就是他隔離者進來之後 然後呢他進去房間之後 他的整個行徑 包括那個電梯的電梯按鈕都要消毒過 他是有SOP的 那那個SOP其實後來很多其他的縣市就直接拿去參考使用 因為我們已經規範很清楚 他還包括什麼獨立空調 因為那也不確定說未來會不會有這種殘留在空氣裡面的傳染問題 他有些人基本的像比如說清潔的 或者是員工使用的跟要分開來 要分開然後還有你的不能 一開始是不能有地毯 因為他會怕說那個空氣是 可能空氣他會結在那個球塊裡面 然後會黏在那邊 然後他會是會沾黏傳染這樣子的問題嘛 所以其實實際上要告訴大家的是 防疫旅館他是有一個很完整的SOP可以去參考 所以你桃園市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做 沒關係你可以參考台北市的 各縣市都有一個參考的依據嘛 但是呢你實際上面你在檢驗這些旅館 他們有沒有在暗表操課的時候 你監督就是不利 因為既然這些防疫旅館這相關的政策是你市政府訂的 那執行下去落實的時候你總要有人去監督跟檢查嘛 他都已經這麼明目張膽的在網頁上面去招告大家說 我可以去申請這個你可以來我們這邊看飛機什麼的 給一般的人去住 那你難道不會想說很奇怪 這是一家防疫旅館 為什麼他還在招收一般的旅客可以去玩 那如果說你提前發現這件事情 你先對他去開閥 先要求他去改善的話 今天會變成這樣去隱匿70個人的居住紀錄嗎 那更糟糕的是說所謂的諾富特到底是誰管的 是中央管的還是地方管的 這個事情陳時中跟鄭文才兩個人講不清楚 都是民進黨的 我想說就是總是你要說一個清楚的東西讓我們知道吧 有一個人要負責吧 要嘛你鄭文才要負責 如果是歸地方在管 要嘛你中央你指揮中心 衛福部你要去負責 他這個問題是在 他防疫旅館是在一館 我們假設他在一館好了 然後二館的部分 他一般的旅客跟華航在上面的高樓層居住的混居 然後這一次華航的機師就傳出來染疫 那他就凸顯了幾個問題 就是說華航還有諾富特 他們在安排他們機師的住宿的部分 宿舍部分 他應該把他住到防疫旅館去 他怎麼會跟大家一般的來混居呢 然後有一些住在防疫旅館 有一些又住在高層 就是搞得亂七八糟的一團 根本沒有規範 第二個就是說 他的防疫旅館的部分 照規定來講的話 當然要跟地方縣市府來登記 可是今天呢鄭文燦呢 在一出事了之後他就說 這是歸觀光局管的 而是歸中央管的 那大家都不敢得罪 未來的這個未來的最有潛力的這個天子太子的一般 王國才也不敢講 他就說哎呀三方都有責任 這個機 而且他其實他沒有講的不清楚 他只是他其實沒有說說謊 他只是講的不明白 觀光局管的是機師 當然是管機師啊 然後呢但是呢飯店他就說 屬於固定的每個月要消毒的呢 是衛生局該管 他就不敢講說 防疫旅館這個部分 本來就是你桃園市政府要管的嘛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BS 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同時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交點等你喔